常常遇到像電容器這一類的元件 那假如說我們有兩個無限大的導體平面 無限大,上下是無限大,前後是無限大 這兩個導體平面,如果這個平面上帶有電量密度 這個Sigma,這個是電荷密度-Sigma 那麼這個時候呢,因為它電荷,正電跟負電互相吸引 因為正電、負電互相吸引的關係,所以正電荷都靠這一邊 現在呢,我們把空間分成三部分 這一部分,這一部分跟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是在兩個導體平面之間 這兩個部分是在導體平面的外面 我們現在要問這三個區域的電場,各是多少 好,那麼,當然你也可以從這個地方直接用高思定 你們自己回去試試看 你在這裡做一個高思面 或者這樣做也可以 好,那麼,我們現在就應用我們上一堂講過的 一個無限大的導體,一個無限大的平面 它上面有電荷密度正Sigma分佈的時候 面上面跟面下面一點,它的電場是多少 好,我們上一次講過,對不對 我們就應用這個結果來做 比如說,你現在站在這一邊 要求電場 你站在這個地方,往這一邊看 你看到什麼東西呢? 看到帶電的狀況 你認為說,這裡有兩個 這個跟我們上一次講的一樣 無限大的平面 上面帶有一個帶正電荷 一個帶負電荷 於是我們就可以用上一次的結果 比如說,這個正電荷的平面 在這一邊產生的電場是朝這個方向 大角是Sigma over to Y0 所以這一點的總電場 有正方向的跟負方向的大小相等方向的 相反 因此,這個地方的電場就是零 這邊也是一樣的 你站在這個地方 往這一邊看 你覺得,這個正電荷 正電荷能源在這裡產生的電場 Sigma over to Y0 因此,這兩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電場的向量核就是零 但是你在這個裡頭 由這個產生的電場是朝這一邊 由這個負電荷在這裡產生的電場也是朝這一邊 所以,是兩個大小相等方向相同的電場做向量核 因此它的電場就等於Sigma over Y0 它是兩種第三邊 一種在附電,並在正電 兩個倒底平面之間的電場 這就是我們以後常常用到的結果 再來,我們看一個更重要的 以後更是常常用到的 我們上一次講到,一個導體,如果它帶有多餘的電荷,靜電荷的話,就是電荷都已經不在運動了。 這個靜電荷,一定全部全部都在導體的表面。導體內部呢,電場是零。 導體的表面呢,我們上次說,它的電場是跟局部的表面垂直。 但是我們沒有講到多大,電場多大沒有講。 今天我們要做一個問題。 如果我這個地方有一個導體,這個是導體。 如果它帶電荷,它帶電荷一定全部在表面。 全部都在這個表面上。 全部都分佈在這個表面上。 因為它表面不是球面。 所以它的曲率半徑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它的Sigma,不是一個定值。 有的地方大,有的地方小。 那麼我們知道電荷分佈在表面上。 我們現在要求一個地方的電場。 比如說,就這裡的電場。 假如要求這裡的電場。 能不能用高資定律啊? 可不可以。 能不能用高資定律。 說過高資定律是只能用在什麼場合啊? 每一種定律,每一種方法都有它的限制。 沒有一個方法是萬能的。 好,這一點我們說,它不可以用高資定律。 我在這裡做個草稿。 第一,我們要用這個來做另外一個問題。 比如說,電荷座在這裡。 要求這一點的電場。 你做什麼樣的高資定律啊? 你做什麼樣的高資定律啊? 球面呢?還是圓柱面呢? 如果你做一個球面。 比如說,做一個球面經過這一點。 就算這個是高資定律。 那我問你,這個電場的電場會不會是常數啊? 會不會是常數? 不會啊?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這些點看電量的分布不一樣啊? 這一點看到的跟那一點看到的不一樣啊? 所以沒有理由說電場是常數啊。 那電場如果不是常數的話, 它就不能從高資定律的左邊那個積分號裡面提出來。 那左邊那個積分就進不出來啊。 進不出來你就求不出這個電場。 所以,高資定律不是萬能。 它只適用於電荷有某一種對稱性的時候才可以用。 我們說這個問題。 這個像這樣分布在導體表面的電場。 不能求那一點的電場。 但是它可以用來求導體表面一點的電場。 如果你這一點正好在導體的表面。 如果你這一點正好在導體的表面。 我這個當然畫得太過分太大一點。 那電荷就在這個薄薄的一層上面。 這個上面可以。 這個上面的電場可以求。 為什麼可以求呢? 我們可以用導體的特性。 我們知道剛剛講的導體的特性。 裡頭的電場是零。 外面的電場。 就是表面的電場呢。 跟表面垂直。 好,現在我們就apply. 高資定律寫一下。 e.da要等於qx over y0。 請要做高思念。 高思念做哪裡呀? 就在這裡。 我拿另外一個顏色。 我們可以做一個高思念。 根據它的特性。 這個高思念呢。 可以做成這樣。 我做一個圓柱面。 圓柱面我畫大一點。 其實這個很小。 這個圓柱的底。 一個底正好在表面上面。 然後彎曲面。 這個是彎曲面。 另外一個底在裡頭。 從這麼樣的一個面。 那這個面。 那這個面呢。 很小很小。 delta s。 是delta s。 就做這樣一個面。 那你就這裡寫一下。 我們取。 怎樣怎樣怎樣的一個。 曲觀曲面。 封閉曲面。 作為高思念等等。 你自己把它寫好。 自己把它寫一下句子要寫完整的。 不要亂寫一通。 為什麼這麼曲呢? 因為你這麼曲的話。 這個面上面。 我們知道。 除了這個面在表面之外。 其他的面都在裡頭。 在導體內部。 導體內部的電場是多少? 等於0。 所以導體內部的電場。 是等於0。 那這裡面呢。 很小很小。 我畫是畫這麼大。 其實很小很小。 它正好貼著這個導體的表面。 貼著表面。 導體的表面上電場是有什麼特性呢? 跟局部的表面要垂直。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 電場就是朝這一邊。 朝這一邊。 那這個是什麼方向呢? 這個方向。 就是normal的方向。 就是局部表面的法線方向。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判斷說。 這個。 把這個。 把這個。 封閉面。 分成。 內部。 一等於零。 那麼。 在這個底。 唯一的一個底。 就是。 我們寫外面。 不是這個外面。 就是說這個表面的外部。 就是這裡。 一呢? 一呢? 它是等於N。 乘在一。 如果你在這個表面上面, 取一個DA的話。 DA也要跟這個表面垂直啊。 也是N的方向啊。 因此。 我們說。 在這個表面上。 DA跟E平行。 它有這些特性就很好了。 我們馬上就可以把高斯定律。 左邊就做出來了。 我們現在把這個帶進去。 好。 E是左端。 E是左端。 是這個積分。 這個積分可以分成兩部分。 一個就是。 E.EA。 內部。 就是那個彎曲面。 跟裡頭那個底。 再加上E.EA。 外面。 那一邊因為E等於零呢。 E永遠是零。 在裡面。 所以這個積分就是零了。 那麼在外面呢? E跟DA是平行的。 因此它就變成。 E.EA。 然後N。 E可以提出來。 因為E是常數啊。 因為它就是這麼一點點面積。 不是很大的面積。 所以它就變成。 E.E. 乘DELTAX。 就這麼一點面積。 那你要積分就是E.DELTAX。 好。 E4的左端。 是這個詞。 我們看E4的右端。 E4的右端。 E4的右端。 QNClosed over Y0。 NClosed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包在這個高斯面裡頭的電荷。 這一部分在裡面。 沒有電熱。 沒有電熱。 對不對? 這個表面上面有。 表面在這個表面。 局部表面。 就是這個表面上的電熱密度。 是SIGMA。 假如是SIGMA。 那它就是SIGMA乘DELTAX。 它就是SIGMA乘DELTAX。 好。 主要端。 肯等於右端。 我們就有1。 DELTAX要等於SIGMA乘DELTAX。 它等於Y0。 SIGMA乘DELTAX。 好。 DELTAX約掉。 我們就等於電場。 電場的大小是SIGMA乘DELTAX。 那麼電場的方向呢? 始終是這個表面的反線方向。 以後常用。 常用。 我們以後用這個影像法求電位。 一天到我們這裡。 好。 我們高思定律的例子就舉到這裡。 就舉到這裡。 那你們今天回去把這些題目都做一下。 下個禮拜交上來。 要記得高思定律呢。 雖然很好用。 解起題目來好快。 但是它仍然是有限制。 它的限制就是高思定律。 使得用來解決電荷有某一種對稱性的問題。 如果電荷沒有對稱性的。 我們的高思定律是沒有辦法應用出來的。 解題目。 好。 現在我們要看這個一個現象。 我們把高思定律啊。 整個高思定律。 劇冠。 他實断的原來是 分析低格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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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是有うん是不著 тем嗎? 谢谢大家